我在甘肃啦 因为新原因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坐飞机去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现在我在甘肃 广州 匆忙 快速 潮湿 甘肃 宽慢 宽阔 甘爽 同一个国家 区别很大 我来到了一个让我忘记有一起的地方 现在特别的好奇 这边会发生一些什么 我在这里虽然时间不久 我还是有受到所影响 让我影响最大的局势 美食 艺术 干净 在广东生活的我 习惯了每餐都有米饭 但是来这里 有五天没吃米饭 大学的时候 吃了那么多次的兰州拉面 没想到 我今天就来到这里 然后 吃了一些真正的兰州拉面 好好享受了 牛肉面 羊肉叉 各种饼 哦哦 还有 吃了无数碗的天然 浓臭 酸奶 甘肃 我感觉有几次下河 给我的感受是很重视艺术 蓝色 都被代表在这个花里面 看看这些细节吧 这个头发 这些细节多厉害呀 还有拉布朗斯的全景 真的是 要用心地去完成 每一个角落 这个吗 这些细节 就像这种 哇 90多 这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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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舒服 虽然有阴了 那我们今天也看到 这个细节 然后现在我们要尝试自己去画细节 我说我刚好玩了 虽然很特别的难 特别的累 就像这么晚了 这些细节 当我们乘到沙沙 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大声音 那是说 你会进入了一个 细节 中的细节 我们知道在甘州 他们真的会在 環境保护 和 抗产 和 保护 和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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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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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包裹的包子和包裹的手袋 它建设办法要那些地方 在我们现在的住宅屋里面 这个地方都很幻无能处置 不给一张放的手工 还有一个用的手工 也有什么样的 看一下这个牛肉 有多大的土地 可以去转转 路上看到很多牛肉 和山羊 在那边吃冷和晚饿 特别的自由 想去干嘛 我不想教别人 因为我还没活着 我真的不明白 人们真的在想和生活 我认为 你需要更长时间 才能够知道一个地方 和探索和经历 这些东西 但可能 看完这些东西 它召集了你的 curiosities 也可能一天 你能够来看看 下一期广州的杆树的Vlog 我会带你们去哪里呢? 我还遇见了一些没想到的事情 所以我会见到下次见 Bye! Bye!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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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